今天的心情相当的沉重 而2014宜蘭情人节原本要在明天晚上点灯 因为这次高雄发生气暴意外 县府为这起不幸公安事件来表示哀悼之意 今天下午也正式宣布来取消情人节活动 现场仅留河岸周边的登景 而且同样会延续到年底 宜蘭情人节装置艺术 舞台 河畔登景已经准备就绪 昨天晚上还在试点灯 为8月2号的开幕暖身 但高雄发生气暴意外造成严重死伤 县府为这起不幸的公安事件哀悼 今天上午宣布停办情人节活动 这次高雄的气暴事件 死伤蛮严重的 我们看情况大家都感同身受 即将要举办的这个 其实情人节就8月2号3号 礼拜的第二天这两天这个情人节 原来是打算在维感苏空国家前面来举办 那大家觉得结果讨论之后 跟现场报告之后决定取消 活动停办 所有舞台表演 主题灯光秀通通取消 而且连原本要发送的甜蜜纪念品都不发送 现场仅留已经完成了河岸灯景和装置艺术 照计划延续到年底 就是这个情人节里面的音乐会跟 所谓的灯光秀 还有纪念品的发送就取消 那原来现场这些原来计划 就是要维持比较常态性的 那个河岸灯光的营造这个部分 包括一些装置艺术是维持 而舞台和月下老人 宫旅处也预计在下周一拆除 请回庙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